中國的多麼共產黨體制裏面有多麼的這種黑暗 這都國家隊的啊 高鴻波現在都中國做些副主席了 還主張什麼青春呀青少年這種人 高鴻波三次公安部找他談話在海口 是吧就是第一次的騷毒打黑 他最早開始 他的領隊叫尤可維 都被六個月抓進去 那是從小跟他在一塊提議 完了最後他當主教練在廈門啊 當時就是賴昌星的那個 後來賴昌星走了叫廈門遠華 後來什麼廈門海獅什麼什麼紅獅的這個 他當主教練那個人尤可維就是他領隊 那麼他的領隊都被抓進去六個月 他三次在海口被調查 是行賄也好啊踢了賈球也好啊 這個都是公安部有記錄啊 對吧這都是高鴻波是吧 那當時啊 那你這都是這種沒有任何世界上一個主教練 在長春亞他得了中超冠軍啊 他是 第二年不續約了 給他走了 你全世界有沒有 我帶了中超帶了什麼義甲帶了英超冠軍隊的主教練 第二年不續約 有嗎全世界沒有吧 不可能的事 對吧 你們想想這是高鴻波啊 就是中國族協現任的副主席 國亞隊的主教練 曾經當過啊 真的 賈秀全 對吧 也是什麼中國女族的主教練 什麼國亞隊國少國親 天天在那兒啊 一個這個 在 在公安部裡面調查六個月 啊 不是陳昭麗 當時他是 第二次 入伍 這個孫子有點辦法啊 你說就中共的體制 他已經跟我一樣 都 退伍了 對吧 他最後通過國安信 通過那個 他因為他在外面知道他混不下去啊 對啊 他在市場上 他包括在陝西國立啊 這個把踢甲球啊 他弄啊 跟王柏他們什麼 乱七八糟的事兒 他都很臭啊 這個這個 很麻煩的 哎 他知道他很危險 哎 他通過運作不知道找了誰 都 又重新入伍 回了八一隊的編制 啊 完了 那時候被逮進去 六個月 問那個時候 哎 八一隊 就通過 他就是通過外面人找到了 當時還活著的陳昭麗 當時的總政文化部部長 那是少將啊 謝毅 這個當時還是 沒去世的時候 還是我們總政文化部的部長 那麼他把賈秋全給爆出來 因為他是軍人 那麼他可以從裡面撈出來說 這個我們要審我們都在軍事法庭 那他以這個名義 把他給弄出來 這都是啊 賈秋全高洪波賈秋全 像李小鵬這些 都算很小的 這個 也是女足大國國安隊教練嗎 什麼 那當時那個 宋南勇的表 五萬多塊錢行賄啊 什麼都有啊 這是公安部 上面有記錄的啊 這 這幫孫子 你想想共產黨 李鐵 這又開始了吧 是吧 他去 所謂的 打假球啊 行賄啊 反正 什麼事情不知道啊 他都 陸陸續續也都會 曝光出來 是吧 被帶走 像政治這個 都是也是 給什麼 李少輝錢啊 什麼這些 包啊 什麼都有 李小鵬給男友 對吧 錶啊 什麼的 幾萬塊錢 都有記錄 你想想 就像這些人 每一個人都是 打假球 行賄 什麼這些 他都是 國家隊的 主教練啊 國字號的啊 足協的領導 你想想 中國能好嗎 老說中國足球不好 你們中國哪個 好了 你不去行賄 不去幹這些事情 你能當了嗎 他都是一些 政治鬥爭 一些這個 這個幫派的利益 最後的糾惡 弄出點替罪羊來 從高宏波 家修全 李鐵 什麼 李小鵬 他們都會 因為這裡面 足協裡面 就有很多的幫派 是吧 他們也是 不送禮就上不去 但是呢 他們這些 只要有污點的人 都會在足協裡 你看 抓進去這麼多了 南勇 夏龍 魏少輝 李東生 什麼陸俊 什麼裁判也是出血管 你看他們都是一伙的 他們斷斷 源源不斷的 連連不決的 用這些人 為什麼 因為整個 根上 足協裡面就是這樣 你不去行匯 不去跟他們 插一條褲子 你進不去 他不會讓你當 這些教練啊 領導啊 什麼的 對吧 再說一遍 我郝海東 沒有需要 我沒受過 任何的 欠薪 沒有我 對吧 他們敢不給我錢嗎 我一個合同沒有 我 他們沒欠我 我一分錢 足協 我張口就罵他們 對啊 什麼這些主席啊 什麼副主席啊 什麼這些那個 我就可以公然的在媒體上 說足協的不專業 足協胡來 足協設定訴訟不好 包括體育總局 是吧 這都有據可查 你們可以看到網上 這是十幾二十年前 我就這麼幹 但是我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啊 他們沒欠我我心 怎麼著 只是他們 進了賽 利用我打架 一競賽半年 一競賽一年 他們就拿這個東西來傷害到我 其他的東西我沒有 利益上我沒受到什麼損害 我不需要來去罵他們 因為我但凡跟他們勾兌勾兌 所以我都會比他們這些人 做的官大 做的時間長 而且會更高的位置上 對吧 因為我二十幾歲 什麼趨人大代表 省政協委員 什麼青年讓我進 什麼這個那的 我太多的這種機會了 對吧 主席主席 你見見這些當官的你試試 我好歹都不需要 像偉類們是幫孫子說的 是吧 去到為了錢 來去滅共 我有病啊 我們不用也一樣 對吧 可能得的還更多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裡面 這些人都是犧牲品 因為共產黨 都是拿運動師來 最後治理國家 來去弄這些老百姓 你們每一個人 都是這裡面的犧牲品 從高宏波 賈秀全 李鐵 李小鳳 他們都是一樣 你們要知道 共產黨這些所謂的 他們都是運動師